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就是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一下223页 讲到真上贺血 前面讲到真上贺血就是定 解脱的核心就是戒定徽 那佛法的主要也在于佛法的关键 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关键在于能够得解脱 那一切凡一切凡圣一切玄圣皆以不违法也有差别 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于有没有见法 见法就是见实相 那么佛法的整个核心就是在讲元气 那么所有的修学最重要的也就是智慧 那你有没有智慧决定你能不能解脱 那么所谓的智慧指的是无漏慧 那么就是什么亲近的 那么没有杂乱就是没有带有邪见偏见错误的 这些关键 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元气 那么从元气你见元气就决定见我断神间 那么从这里决定你可以理解脱 所以佛法的核心是元气 所以见元气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那我们修学的重点其实就是在怎么样能够正无我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来看真上慧学者以及初世政间 初世间的政间 好 那他说道地是三学八正道 那这个是指苦极灭道 四圣地其中的道地 那戒学定学前面都说了 那现在要讲到慧学 慧学就是八正道中的政见 还有政思维 那这个是慧学 那所以综合起来说 真上慧学就是初世政见 那什么是真上慧学呢 前面有讲到世间的政见 世间的政见是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那我们这个可以翻到 这个世间的政见这样来看 再照一下 那么翻到八十四页 五圣共法里面 世间的政见 那么说所说政见者 人生之正观 那看八十五页 那么世间的政见 现在我们先来 就是对照一下世间的政见 跟初世间的政见 因为这个世间的政见 已经前面很久讲了 那可能会忘了 现在对照一下 那看八十五页 心境或不尽这一行 佛说的世间政见 经中所有一定的文具 分为四类 就是什么 政见什么 有善有恶 这是第一个 那再接下来就是八十七页 第二个 政见什么 有业有报 八十七页 第二行 第一个 政见有善有恶 第二个政见有业有报 第三个 第三个在八九十二月 九十二月 那个随夜报善在这里 政见什么 政见有前生有后世 这个是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在 看一下 在九十八月 政见有凡夫有圣人 就是八月这里 好 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看出世间政见 我们先把世间政见 就是世间的跟出世间的 有什么不一样 世间的政见 那很明显的就是看到 生死夜报流转这个现象 就是第一个 有三有恶 这个前面有说过 但是我们这边看出世间政见 来了解一下 第二个有夜有报 第三个 就是 有前生有后世 有过去有未来 有过去有未来 有前生有来世 我们叫做有过去生有未来世 那么 第四个 就是有房夫有圣人 有房有圣人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 有钱它整个流转 那是一夜 那一夜是由心照善照二来好 那这个是世间政见 好 那现在来看出世间政见 那 那 他说 为了 什么是真上慧学 为了作为解脱的依止而修慧 这个叫真上慧 就是 你这个慧是为了得解脱的 那 你说 你刚刚了解这个还不能得解脱 你只能够知道有善有恶 然后怎么样 修善去恶 有月有报 那这些善跟恶造成苦跟热 那么你要离苦怎么样 得热 那么你就必须要修善去恶 行善止恶 再理解这样而已 那有凡夫有圣人 那凡夫是怎么修的 那圣人是怎么修的 凡夫是怎么原因造成的 圣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这个业也通三世 通三世 这一次虽然受苦了 那么不一定是这一次造的业受苦的 这一次想福报 不一定是这一次造的业修福报的 为什么 有的人一出生 就算在有钱的家庭 吃好的用好的 他都刚出生都还没造到业 他都还没造到业 那为什么他有那个福报 有的人一出生就开始受苦 他也还没造到业 为什么受苦 那么这个业是通三世的 从这里来讲 但是刚刚了解这样 世间而无 那要了解什么才是出世间的 了解有凡夫有圣人 这个圣人到底是怎么成的 那你要依的这样去修 那么也出这个世间 出世间就是出什么 出轮回来 那么这样世间就是轮回来 世间是苦的 出苦来出轮回来 那么这个叫做真善慧 所以为了作为解脱的依旨 而修的 而去修学这个智慧 那么这个叫做真善慧 那么这当然不是世俗的知见 叫做俗知俗见 而是究竟的真实慧 那么所以 那么我们若从原起来看 一个就是有一有一有一事件起 流转的 你了解到世间为什么流转 那么 出世间的就是有一有一有一事件面 那么 你确实的了解到 怎么样可以不流转 你刚刚知道为什么会流转 你还不一定知道 怎么可以不流转 就好像你已经知道你这个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但你不一定知道怎么治疗它 你不一定找不到药 你说你这个是什么病 你说我们现在这个新冠病毒造成 你失去味觉 或你有生病 但是你现在还不一定有药可以吃药 你知道它什么原因造成 但是你还不一定怎么样可以消灭它 那么你知道了 而且把它修学 消灭它 就是没有再 不会再受生死如回 那么这个就叫做出世间的政见 好 那么 它说政见也是这样 那如上面说到的之善恶业报 前生后世凡胜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 如生后凡的 那么这些都是佛教的世间政见 都还是佛教的世间政见 为了物真理断烦恼得解脱 要有出世的政见 你必须要先有出世先有政见 你才知道怎么修 那么你这么修才能断烦恼 烦恼断见了才能得解脱 那这是一个所谓的斥定 你都不知道 就好像你必须先知道 这些病怎么造成 然后找到药 用这些吃了这些药 把病完全消灭了 尤其要吃三天 尤其是一天 尤其吃三年 病交组了 那得解脱了 要有出世间的政见 所以什么叫出世呢 出就是超出 超过和胜出一般世间的意思 那佛法常常把就是 就是我们说分开来讲 一个是世间 一个是出世间 那么世间的就是愚痴我吻方夫 那么出世间的就是 就是智慧多元的圣地者 那么一般人不晓得 不晓得为什么会受苦 为什么会沦违 这个后面会 现在有一大段都在讲这个 就是说 众生无始生始 一般最常说的就是这样 众生无始生始 常业沦违 不知苦之本性 就是一般的人 众生 无始生始 生始始生 六道这样转 这样一转 没有个镜头 众生无始生始 常业沦违 就是一直没有停过的 一直在六道里面转来转去 常业沦违 不知苦之本性 不知为什么受苦 所以佛法其实是在解决两个问题而已 第一个 我们不知为什么会受苦 第二个 我们不知 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就解决这两个问题了 但是你要先知道为什么会受苦 然后再知道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那为什么会受苦 就是苦跟疾 苦地跟疾地 这个就是告诉你 苦地是告诉你 你现在是在受苦的状态 就好像医生跟你讲 你现在身体是有病的 有什么病 为什么 很多人有病不知道有病 很多人有病他也不怕 也不疑 他知道我们有生死 可是他也没有说想要出生死 他不知道那个严重性 灭跟灶 道跟灭是要讲道 道跟灭 就是说 怎么样可以出生死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 第二个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而且是究竟永远的不再受苦 那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 也是缘起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那么众生无死生死 常越人悔 不知苦之本性 那重点是什么 那么 无名所盖 爱劫所欺 无名所盖 或是无名所父 就是有时候讲无名所父 无名所盖 爱劫所欺 那么这个就是在讲苦的根本是什么 苦的根本是什么 苦的根本是无名 因为无名起贪汉 所以无名为父 贪汉为母 一般就是我们说的是这样 那缘起的最初就是无名 无名缘起 行缘世 世缘迷涉 迷涉 世缘迷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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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开始有 有这个生死 有生死 就一定在生死之中有无量的苦 就存大苦去 那所以世圣地第一个就是 你要知道 世间是有苦的 那第二个要知道 这个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第三个要知道 怎么样解决掉这个苦 第四个要知道 解决苦的状态 你要必须知道 怎么样才是完全的离苦 没有苦的状态 就涅槃了 解脱了 所以佛法最主要的 知道这个道理叫做延期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其实简单转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有业有烦恼 有烦恼造业 业成熟受报 受报又受苦 受苦又因为苦起烦恼 起烦恼又造业 造业又受报又受苦 就这样 不断不断的轮违 那么这个就是 无名所盖 爱言所行 那如果这个无名不断 爱言不尽 那么就不断不断的 不断不断的 这样重复又重复 我们说轮违就是什么 轮违其实就是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这个叫做轮违就是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没有停止过 这个叫做轮违 轮违 轮违讲远来就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一次又一次 那么从现在来讲 你这种苦一次又一次的受 一次又一次的受 没有个尽头 那个也叫轮违 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受苦 那么为什么不断的在受苦 那就跟你讲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苦 受苦的原因在哪里 那因为这样 所以你就不断的在受苦 那佛法第一个就是 要先要让你知道 你到底因为什么而受苦 那么接下来再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经理就叫做缘起 那缘起 那缘起 其实简单讲就是 生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生死如何形成 解脱如何可能 一般缘起是这样 有因有缘世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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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世间 主要是从结果来讲 他就是苦 所以世间是苦 那是因为有五运 五运世间 我们讲的三种世间 五运世间 有情世间 跟国土世间 我们这样来讲 主要是五运 比如说 有情世间 有情世间 有情世间的正报是五运 人来讲 从人来讲 有六道 六道里面的人 是五运 射受想行事 或是六出六间 那五运所依的是国土 六道都有国土 我们从人来讲 从人道来讲 因为佛法是给人修学的 那么五运世间 国土世间 有情世间 这三种世间 有情世间 这个是我们的正报 身心 这个是我们的依报 那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佛法从这个地方讲 五运如产无我 那么理解到 这个就是一业而有的 如果从因缘来讲 那么什么样的 什么样我们会有这个 会在人道里面 在这种国土里面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苦 那主要是有业 那什么样的一个业 业元是什么 有烦恼 就是业是主因 那业怎么来的 业的因 业因是什么 业因是烦恼 那苦因是业 苦因是业 业因是烦恼 是这样 生死是苦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讲 生死是苦 生死是苦 那么有这个生就有苦 有这个生就有 这个五运生就有生死 也出生到死亡 这个一定是这样的 有生死就有苦 生到死之间 有生老病死 业正会爱别人求不得 因为是五常生命这个苦 那苦是 苦因是因为业 是因为业 因为业造成你生死 所以叫做业感严起 等下我们再来讲业起有几种 有几种说法 因为业造成你生死 因为生死造成你苦 所以苦因是业 苦因是业 那怎么样一个业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造业 因为有烦恼 因为有烦恼你就会造业 那为什么会有烦恼 因为无名 因为无名你就会起烦恼 那什么是无名 无名就是不知无我 不知缘起 不知缘起 那缘起是什么 缘起就是无产无我 我们就讲 不知 不知无产无我 只要是无我 不知无我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讲 就是不知无我就是无名 那因为不知无我 以我爱 以我见我爱 那么起烦恼 造业 那么感召生死 由生死来受苦 由受苦又起烦恼 由烦恼又造业 造业又感召生死 就这样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所以叫做无死生死 产业沦远 不知苦之本性 是因为什么 无名所盖 爱主所事 就是 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好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有因有缘世间面 苦有因有缘苦行成 有因有缘苦消失 有因有缘生死行成 有因有缘生死结束 就不再沦远 沦远就消失 那么 所以 这个是在告诉我们 生死如何形成 这个底下就是苦跟挤 苦跟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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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是在告诉我们 解脱如何可能 解脱就是解脱生死 这个是生死如何形成 生死就是苦 这个是解脱如何可能 还没有确定解脱的人 都叫做凡夫 已经确定可以得解脱的人 叫做圣者 出果还在生死 但是他已经确定得解脱了 出果还在生死 还有十四次的生死 二果还有两次的生死 三果还有一次的生死 但是他已经确定得解脱了 那么他就叫圣者 那么 他之所以凡夫跟圣者的差别 就在什么 明跟无明 明跟无明 明就是什么 明就是见缘起知无我 无明就是不知缘起 不知无我 就这样 所以 出世间的智慧 主要就是无我的智慧 见缘起的智慧 主要是这样 那么 佛法基本上就是在讲 生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 在讲解脱怎么样可能 如何可能 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那这点你要先确定 有凡有赛 世间正见 你没有世间正见 你没有修不了出世间正见 你就不去 你就不知道 有业 有人为 那么你怎么可能去 努力去 离恶向上 你就不晓得这个是善 这个是恶 不晓得这个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不晓得什么是有肉的 什么是无肉的 那你怎么样向解脱 你也不可能 那这个叫做出世的正见 好 所以 他说 超过圣出一般世间凡夫的意思 就是凡夫跟圣者的最大差别 就在智慧 不在戒跟定 有戒有定 也是凡夫 奇纳叫持戒持着很经典 这个瑜伽外高 修定修得 修到飞翔飞翔 还是凡夫 他可能有五神通 他会变化 他可能活个几万年 几万大姐 但是 但是 还是凡夫 他可能个性很好 修养很好 还是凡夫 所以 凡夫跟圣者的差别 不在于你持戒修定 不在于 你有没有智慧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 这个 这个见缘起 所以 接下来有没有见缘起正悟 那我们学佛最主要的是这样 所以 接下来就告诉你们 那什么是缘起 怎么样见缘起 那当然要有戒跟定 这我们上次说过 戒 如果只有戒跟定 是不能得解脱的 但是没有戒跟定 也不能得解脱 就是 你只有戒跟定 不能得解脱 就是 解脱的最主要关键是会 而且是出事的真善会 叫做出事政见 但是 如果你没有出事的真善会 不管你戒 持得多心情 定 持得多好 你都不能得解脱 但是 如果你没有戒跟定 你也没有办法 引发出事的真善会 我们上次说过 无肉会 就是亲近会 可以见缘起 正如我的无肉会 必须 最低最低 要有味道地定 就久住行 密住 续住 暗住 禁住 调顺 急进 最主急进 专注于去等辞 最少要有等辞 或者说是净分店 出产的净分店 就是味道地定以上 包包味道地定 到这个 无手有触电 这中间都可以引发无肉味 味道地定以下 无手有触电以上 就是非常危险 不能引发无肉味 所以你还必须要有定 那你商内 就是吃我不亲近 商内不献钱 你有业障 有暴障 有烦恼 有烦恼 你还没有办法得定 有五亿 你不离五亿 五干 你也得不了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他才会照这个次数 增上戒血 增上心血 增上贵血 那么他是要让你得解脱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慧 最主要是慧 最主要是慧 你没有慧 你就是有戒有戒骨 你也不能得解脱 但是你没有戒跟戒骨 你也没有办法有解脱的智慧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好 所以 误解真理的政见 或是离烦恼的无弱政见 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缘起 就是无我 见缘起就必定正如我 断生间 因为你知道 这个色受想提示 知道眼耳鼻子的声音 这一些都是 都是无自信的 都是缘起的 有因有缘的 那么你就从缘起里面 你知道无我 那么所以误解真理的政见 或是离烦恼 那烦恼从哪里生起来 烦恼从贪爱 从我见跟我爱 无名跟贪爱起烦恼 你现在把无名断掉了 不起贪爱了 哪里起烦恼 不起烦恼 那么所以这个叫做出世政见 在说明上 现在是着重于圣意 真实意的之间 不是我 好我们来看 慧泛于般若 在佛法所修的一切功德中 般若是最究竟的 有了般若可说到了疆 所以慧学 重点 重点是慧学 文师修慧 一般声文里面讲 慧基本叫做文所成 师所成跟修所成 那这个如果从大圣里面来讲 他就是文字般若 那么观照般若 十相般若 是这样 慧学 慧学是最主要的 没有慧 外道跟佛教 最主要的差别 不在戒不在定 这个都是 戒跟定是共外道 只有慧 而且是无我缘起的智慧 是不共外道 那么有善有恶 有悦有报 这个也公外道 世间政界也公外道 但是就只有 原起无我 原起无我 原起无我的智慧 不公外道 唯一佛教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真正的慧学 我们来看 他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从文师修正来说 文所成慧 师所成 修所成 然后正 文师修正 正所成慧 这个是 一般我们讲 一文师修入三摩丁 得到正 德就得解脱了 又一文师修这个得解脱 正所成慧就是得解脱 有解脱的智慧 那基本上 基本上你只要 确定解脱了 那么就是断圣剑 就是得 就是有名 就是见原起见无我 那么如果从大圣里面来讲 他叫做波热 他强调用波热 那么波热里面 他只要是三种波热 文字波热 那么这文字包括文 文字就是听文 声音语言都是 那么观照 观照就是施跟修 这个就是施跟修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文 这个是施修 那么实相波热 这个就是正 明师修正 那么见实相就得解脱了 就趋向解脱 至少是趋向解脱 就一般来讲 那么正出果到 从这个叫四双八变 从出果到阿罗安 四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那大圣基本上 就是正无生法人 到一生补处 基本上是从正无生法人 如果大圣 这个是生文 就解脱是正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明师修正 这个是生文的 如果是大圣 基本上就是 见实相就是正无生法人 那无生法人 后面就一生补处 一生补处 后面就成佛 就变成正人 那这个就不太一样 好 那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他讲的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 就文字波热 观照波热 正实相波热 那什么是实相 就是无我 圆起无我 基本上 圆起无我 这个是佛教不够外道 圣人不够凡夫的 那么 不管大圣小圣 都是一样 大圣小圣最大的差别 就是 慈悲心的不同 好 就悲心了 那这里讲到 佛法修学的一切功德 波热是最究竟的 那三十七道笔里面 一样最后面的都是慧 那四年初主要是官 官身不尽到什么 官法无我 一样都正无我 四年初是正起 欲请新官 那一样也是 那个官什么 官那个智慧 官那个无我的 得无我的证监 所以四如一卒 那么这个是 一修的上法 未修的上法 这一部分 那么 其实重点也是慧 那 这个 他是精进 其实他是骗一切的 精进他是骗一切的 那这个 五根五律 五根五律 是信信念并会 也一样 那七绝是发生到的 那基本上 都是以慧为主体 好 那 有了波热 就可以说到了家 到了家 其实就是 一般来讲就是 你已经到达一个层次了 过了这个坎了 可以好好休息 但是 如果正出口还没 到了阿罗汉才是什么 所作一半 不用再修了 那出口 但是他已经确定得解脱了 那可以说到了家 波热 提悟真理 解脱生死的大事 已经能够成办 凡夫跟圣灵 最大的差别就是 确定得解脱 跟 还没有看到得解脱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解脱 那么 圣者是 确定已经可以得解脱了 那凡夫是 凡夫是 确定的就是 确定会入回 但是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得解脱 那 圣者是 有可能还在入回 但确定就会得解脱 这是最大的差别 那 所以他说 提悟真理解脱生死的大事 那 已经 已经能够成办 涅槃城的大门 已经打开了 如果没有剥了 什么行门 都不能解脱生死 所以 你没有智慧 那这个智慧指的是 出世间的智慧 如果是 声吻来讲 就是什么 无弱的 不弱的智慧 那 所以 都没有办法解脱生死 所以 有戒有定 不管你持戒多心境 修定修道多厉害 神通多厉害 你没有办法 你凡分就是凡分 你就能够 你就能够十八神变 你还是凡分 但是 会解脱的阿罗汉 什么都不会变 但是他就是会解脱 还是不一样 所以 他说 没有剥热 就是你没有出世间的智慧 其实重点就是 断生间 你没有断掉这个身间 你没有断掉这个无影 你就不可能 不管你怎么修 不管你修些什么 你都不能解脱 解脱是指解脱生死 那生死有苦 如果没有苦 如果没有苦 那生死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生死就给他生死 每一次都享乐 多生死几次也没关系 问题是 生死之间有种种的苦 有量的苦 我们现在做人 那个还是苦比较少的 三二道那个苦是很难讲的 是讲不完的 所有人当然 有些人也很苦 但大部分跟三二道比起来 那个苦算是司马利斗的事 但是已经让我们很受不了 那你看那个畜生道 那个鬼道 更不要讲那个地利道 可是你要知道 大多数的众生都在三二道中 都在三二道中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剁三二道 就知道 有没有曾经过过三二道 有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想 要像 是不是 你现在不在医院 那么 你有没有经过医院 有 那以后会不会再进医院 那肯定会有 除非你现在就是有不死之生 不病之生 你老了有多少少 就算不经历也要吃药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那么我们很可能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人道 那很可能 一个不小心 除非你 除非 除非你有正见真伤 正见真伤 你就绝对不会剁三二道 没有给你造三二道 没有给你造三二道 业的因缘 没有恶音 没有恶元 没有恶人 没有恶事 但是你就算起恶心 也造不了恶事 你就算起恶心 你也没有恶运恶元 你也成不了恶事 重点是这样 所以何况看那边 常常多有人在说法 那所以不容易造作恶业 那所以他说 波勒是最根本的 波勒是领导者 祈祷一切功德的祭修 与一切功德相应 所以菩萨行六度万恩 那么以波勒为道 如果没有波勒 那这一些修行 基本上都不一定 对你的解脱有帮助 那所以 波勒与一切功德相应 所以你不管你修什么法 如果你正确的了解 那么这个法门 你这个法门 它就会功德真善 如果你不了解 一样是这样做 但是就差很多 很简单 比如说你购佛就好了 我们会买水果 用水用香来购 你知道共佛的意义 跟不知道共佛的意义 跟不知道共佛的意义 那是差很多 波勒也一样 持戒也一样 如果你知道它的意义 跟不知道它的意义 那差别是很多的 就是说 它 你发出离心 比如说你发出离心来持戒 发真善心来持戒 发菩提心来持戒 也一样是持戒 但是这个持戒的作用就不一样 不一样 那如果你有无我的智慧 或是你有向解脱的这个力量 那么你修的一切功德 就让你向解脱 那所以它说 波勒与一切功德相应 在三学中就是戒定会 慧学是最后 它指的是能够得到解脱的意义 就是你必须戒跟定都必须是 为了完成这个智慧圆满 所以它放在最后 八正道里面正见为首 这个是什么 你都必须 你都必须有这个正见来修一切的法 那356也是 你一切的法都是为了圆满 圆满就近这个智慧 那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一切的修法 八正道是你一切的修法 都是要以智慧为前提 那么这个 所以三学八正道 一个在最前面 一个在最后面 讲的都是智慧的重要 所以这个说什么 导师说这个波勒在佛法中 側死側中 从三学八正道来讲 那么側是彻底 究竟彻底的 他是领导者 又是完成者 领导者就是八正道 以政见为先 完成者就是界定位 以慧学为究竟 是这样子 好 在三圣共法的经典里面 就是慧学有很多的名称 三圣共法的经典就是阿安京 有很多名称 像慧 见 明 观 忍 智 觉 正观 正见 正知 正思维 如时观 如时知 如时见 如时知见 如时思维 就是责法 这种种 八正道七绝之 责法这些之 责法精进念死清安定生 那么责法是在罪限的 它就是智慧 七绝之责法 有些是把责法放在先 有些把念放在先 那这个是不太一样 七绝之比较不一样 就是前面我没有说过 就七绝之 那有一些它是理念 有些是责法危险 那这个也是智慧 佛为阿难说 缘起亦甚生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无常空果 为世随家 那这里是在讲 缘起的道理 我们一定要先知道 我们所有的修学佛法 都是为了见缘起 就是见实相 就是要了解真理 那只要了解真理 就是缘 智慧 我们才可以出生死 所以 所有佛法的核心在缘起 所以才会说 见缘起即见法 你见了缘起 你就见到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缘起 可以 一切法的核心 就是要让你了解缘起 所以才会说 见法即见缘起 见缘起即见法 然后见缘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法 为什么 因为佛 所以出现在世间 就是为了告诉你 怎么可以得解多 就是为了让你见缘起 佛 告诉你这些法 主要是 要让你出生死 就是佛 为什么要出世间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案件里面讲 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佛为什么说法 因为要让世间的人出老病死 得解多 所以那怎么样可以得解多 不知缘起 见缘起 就能得解多 所以一切的法 无外乌 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如实知 如实见缘起 那你见缘起 就知道无我 见无我 就可以得到解多 因为见缘起 就知道无常 知无常 就知道无我 知无我就可以怎么样 得涅槃之间 所以这个叫三法令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坊之间 这个都是 无常 无我 是在讲缘起 所以 他才会讲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无常 空无我 为世俗佳有 好 那这个我们来看老师的解释 佛卫阿难说 他说 这个我们来看老师也是 出世的解脱法 不出乎世地缘起两大缸 两大缸目 那其实世地就是缘起 缘起就是世地 有因有缘世间极 世间是苦 极 苦极 就极极 苦的缘因 苦因 有因有缘世间灭 那么灭 是灭 那因缘就是道 有这个 有这个三十一道本 有这个道本 那么 就怎么样 就 就可以 得灭吧 那么这个是苦极灭道 其实就是 也就是缘起 那分开来讲 就是缘起是束的说明 世地是横的说明 好 我们来看 所以 在一 他说 说到出世的会学 也就是通达缘起 与知识地的会 通达缘起跟知识地是一样的 那我们说这个是 一个是海的说明 苦极灭道 一个是无名行事 名色就是促受爱情 这个是缘起 那简单讲就是有因有缘世间极 那我们讲的这个缘起 主要是 主要现在讲的是 所谓的流转的 生死流转的 所以 他说 现在先从政见缘起来讲 上面说到过的十二缘起说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这不过是烦恼起业 业感苦苦的说明 这个叫做夜感缘起 那好 我们先来讲一下缘起 就是从这个夜感缘起来讲 《阿含经》里面来讲就是夜感缘起 这是怎么这里讲的 他说一般人 这个是烦恼起业 夜感苦苦的说明 确实是这样 但不只是这样 这个阿含经里面 这个是阿含所谓的夜感缘起 因为烦恼造业 因为夜感召苦苦 那感召什么苦苦 感召六道轮回的 就是爱非爱缘起 这个夜感缘起 为世 这当然身份本来叫做爱非爱缘起 夜是从他的因来讲 爱非爱是从他的果来讲 这个是为世这道中间里面讲的 把夜感缘起叫做爱非爱缘起 这个是从苦因来讲 当然夜的原因是凡 这个是从苦果来讲 爱跟非爱 爱是什么 天跟人 非爱是什么 三二道 主要这样 当然人里面也有苦 主要讲爱非爱缘起 这个是从苦果上来讲 就是从苦因上来讲 这个是为世说的 一般来讲就叫夜感缘起 那布派里面 布派里面讲缘起 有四种缘起 他把这个夜感缘起 就是夜怎么感召苦果 夜怎么感召这个果报 夜是因嘛 感召这个果报是果嘛 所以他在讲因果的关系 有四种 无名 行事 这有四种 布派的 布派在讲这个夜感缘起里面 把它分成四种 四种 四种缘起论 一个叫刹那缘起 一个叫混味缘起 一个叫做连呼缘起 连呼就是连序 一个接一个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一个叫做远序缘起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在解释 夜因跟苦果 因果关系之间 刹那就是在一刹那中 因果自己在一刹那中 无名行事 明色六处处说爱取有 这个是一刹那中完成的 奉位 奉位就是分三世 分三世的结位 就是我们很有名的 三世养虫因果 互派里面有三世 一般用这个来讲 就是一般把缘起 讲详细一点 就是十二缘起 无名行事 明色六处处说爱取有 生老死又被苦难 三世两重因果 这个是因果在一刹那中 因果就是指这个夜感 那连夫就是连序 因跟果是连序的 它不是三世 它是一直一直一直 因连着果 果连着因就这样一直 连序的连夫 这是因果 因果无间的相应 就是没有中间没有 那这个三世已经有格了 那么连序就是 它隔多生多世 因跟果当中 可能隔了多生多世 不一样 这个其实在讲这个 那这是分四种连序 这个是在一刹那中 这个在三世中 这个是因跟果 一直无间相续连序的 那么这个是因跟果 可能隔很远 那讲这个关系 那到了大圣讲连序 这个大圣讲连序 这个大圣讲连序 就不是这样了 那么基本上也分四个 部分里面是从夜感连序里面讲四个 那么大圣它也是 但是它不再是一次夜感连序来说了 那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讲的大圣三星 一个就是性空连序 那么性空连序这个星一面叫做无字星 一切都是无字星 就是要性空连序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阿拉远连序 阿拉远连序在摄大圣里面 把这个叫做艾菲亚连序 它说摄大圣里面讲两种连序 一个就是艾菲亚连序 一个就是分别自信连序 就是分别种种法的自信 那么因为阿拉远里面有种种法的种子 所以它这个阿拉远连序 它把它叫做分别自信连序 就是阿拉远无始以来就有种种种种子 那么这个种子 那么里面的种种种子 所以能够献起一切的法 那么一切的法的根源是阿拉远 那这里讲的是一切法都是无自信的 有因有缘申请一切法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如来藏远连序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圣三星 就讲的不太很一样 那如来藏 如来藏是一切法的根源 生死解脱的根源都在如来藏 因为有如来藏 所以才有解脱 所以才能成谋 因为如来藏上面有灰尘 所以才会生死 有懒菇才会生死 所以一切法 凡夫跟圣者 一切世间的法 都是因为如来藏 那这个是因为阿拉远 里面有种种种种子 这个是没有 这个就是一切法 是无自信的 因为无自信 所以有欲有缘 就生起一切世间 无欲无缘 就一切都没有 那么这个 另外有一个 还比较特别的 大圣也有四种圆起 最特别的就是法界圆起 那么法界圆起是讲 一切法以一法为因缘而生起 一法也以一切法因缘而生起 互隆互射 那么这个 这个世间的一切法的存在 都跟其他的一切法有关系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我们这边 我之所以活着 是因为你们让我活着 就是我之所以 现在在这里 主要是我父母把我生下来 还有呢 还有当然有种种 现在一切存在的一切法 只要不障碍我 不障碍我存在 他就是我的因缘 就是我的真上缘 真上缘的意思就是 只要不障碍他的存在 他就是真上缘 比如说美国川普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但是他也是我活着的因缘之一啊 因为他没有把我杀掉 所以我还活着 类似像这样 只要他不障碍我 那么他就是我的因缘 所以一般说 他是真上缘的极端论 真上缘推广到极端了 所以一法仪切法为因缘 就是一个人之所以存在这个世间 如果他是一个人是一法来讲 是因为所有世间其他的人 没有障碍他 包括一只蚊子没有把他叮了 让他死掉 那所有的甚至也在非洲的蚊子 没有叮到他 也让他落魄者 那么这些都是他存在的因缘 所以一法以一切法为因缘 一切法也以这个义法为因缘 就法跟法之间 同时存在就表示同时不障碍 障碍了你就不能存在 他存在你就不能存在 你只要他就不能存在 那么他就会有障碍 那么同时存在就表示彼此不相爱 那么这个 那么法界一法 法一法之间互隆亦胜 好 那么这个叫做法界缘起 那大概来讲 大概来讲 缘起里面 基本上就这几个 那现在讲的是讲夜感缘起 好 我们先下课 休息十分钟